實用率是否越高越好呢? 答案是不一定的 經常都看到樓書上的尺寸 和實際我們量度出來是有所出入 到底是否那些建築商偷工講料 想騙我的小市民呢? 關注我,我會逐一告訴你 歡迎收看樓市值日生 每個星期帶你分享一則有用的樓市知識 在說實用率如何計算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兩個關鍵字 就是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 實用面積根據澳門土地及公務運輸局的定義 其實就是指單位裡面的面積 同時都包括露台和工作平台 量度實用面積是由單位的圍封牆外面開始量度 而它的口度將會納入該住宅的實用面積 如果那個牆用作間開兩個不同的住宅單位 那麼間開這一幅牆的長身厚度 將會由兩個單位去評分 而建築面積指的是公共攤分面積 加上單位的實用面積 那麼公共攤分面積是什麼呢? 指的是大堂、走廊、電梯、天台、垃圾房、水電錶房 會所等不專屬於某一個單位的公共空間 假設一個屋苑裡面的面積有2萬呎 一共有50伙 每一伙的實用面積 假設大家都一樣的話 每一個單位就會攤分2%的公共面積 即是400呎 那麼如果單位的實用面積 假設是1000呎的話 這個單位的建築面積 將會是1400呎的建築面積 實用率就是等於實用面積 除以建築面積 好像剛剛的例子 它的實用率就會是71.42% 那麼其實實用率是否越高越好呢? 答案其實不一定的 經常都會有人說 哇 其實用建築面積計價很不值 是不是應該全面取消這個建築面積 改用實用面積去計價 這樣 是不是也是一個好的方案呢? 表面上看 實用率越高的話 我們所得到的實用面積越大 對不對? 但是呢 過高的實用率 意味著舒適度會打折 如果為了省這個公共位置 不設置垃圾房的話 我們是不是變相 每一次扔垃圾都要拿到街上扔到呢? 如果譬如說 想省這個水電錶房的位置 然後將水電錶設置在後樓梯那裏 那萬一有人搞惡作劇 集你水電又怎麼辦呢? 一個本身可以 裝到很大電梯的公共空間 改成一個小小小的白人梯的話 我們變相等電梯的時間 是不是又多了呢? 其實高的實用率 並不一定好 如果低的實用率 並不一定差 這個實用率 是給我們去 權衡實用面積 和舒適度之間 怎樣平衡的一個參數指標 所以這件事 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本來說 如果實用率超過八成以上的單位 這些是屬於很高的實用率 而實用率低於70%的樓 它又會有一個問題 入到單位 為什麼顯然給別人的小 會有這種情況 實用率在75%這個數字 是一個大眾市民 相對比較好的一個數值 單位不會太小 公共空間不會太窄 這個會是一個比較相宜的數字 在營光網面前的你 你會選擇 希望自己的單位 使用率高一點 或犧牲多一點的使用面積 去換取一個舒服一點的屋間空間 歡迎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 最後提提準備置業給你 記得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跟著我 令你成為精明的樓市人家 如果大家想避開這些樓市的買樓